读试成真 夫妻俩过继了一个兄弟家的孩子 这个儿子长大成人后 外公外婆给他娶了媳妇 但自从这个儿子结婚后 由于婆媳关系不好 双方之间开始有了矛盾 然后小两口就分家单过了 有一次 外婆和儿媳妇因为一件事又发生了矛盾 外婆与亲家母 也就是儿媳的妈妈 狠狠地吵了一架 亲家母说外婆冤枉了她女儿 吵架的当时 她就发下毒誓 如果我女儿做了这事 让她生个孩子没有手 没想到这毒誓 在后来真的成真了 小两口后来生了一个女儿 果真没有手 那孩子的一个胳膊只有手腕 没有手掌与手指 这件事顿时轰动当地 成了大新闻 也成了茶余饭后的反面教材 弄得小两口特别难堪 那个年代 重男轻女 女孩本来就不被看重 再加上 这孩子天生残疾 更是备受嫌弃 没过多久 这小婴儿突然就死掉了 死因让人不明不白 不敢声响 这小两口请了一位老人来 把婴儿尸体送到了很远的荒地去埋掉 也有可能只是用一个小纸箱装着随意地扔掉 过了两天 天刚亮的早晨 他家的狗叼着一个东西回来 静止走到小两口的房里 并把叼来的东西放在他们的床头 小两口起床一看 吓得要死 这狗叼回来的 可不正是他们家刚腰折的婴儿 他们心中顿时恐惧万分 又找人把婴儿尸体送走 把狗也给活活打死了 从那以后 这个年轻的媳妇就开始病了 全身疼痛 而且开始萎缩 每天哀嚎不已 他刚刚嫁过来的时候 皮肤白紧 人长得也不错 病了几年后 都不成人样了 在他受尽病痛折磨后 在病床上挣扎了几年 就去世了 紧跟着没几年 他老公也死了 看来这恶咒真的不能随便乱发 不然真可能会应验的 到最后 祸害的就是自己了 木叶偏仙感言 有句俗语叫 饭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说 尤其是那种 恶毒的读咒 千万不能随意出口 之前木叶有分享过几个故事 也是毒事成真的典型 话又说回来 这夫妻二人会遭遇如此短命大难 也不仅仅是因为一句毒咒 要知道 儿媳妇不孝尽老人在先 而对出生残疾的孩子的冷漠无情 也能看出 这夫妻俩的心性有多冷 对狗的痛下杀手 同样能看出他们的残忍 什么样的心性 感召什么样的命运 福祸无门 为人之招而已 感谢观看